歡迎來到米糕電玩大本型,我是Michael 雖然現在的遊戲畫面越來越漂亮 但過往的遊戲很多都已經成為經典 佔據著無可取代的地位 要玩這些遊戲的話,雖然可以用模擬器 不過要原汁原味重現當年遊戲的操控性和音效 就只有原裝的遊戲帶和遊戲機才做得到 要講經典的家用主機,就非任天堂紅白機莫屬 經典的紅白配色造型,再加上五顏綠色的遊戲合帶 為玩家帶來不少童年貿易 現時要在二手市場買到這些紅白機就不太難 但要買到保存得比較好,又要價錢合理的話 最方便的可能就在日本網購回來 但如果你沒有搞清楚就買它回來 就會發現原廠的紅白機是以RF天線作為影像輸出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Share,以及記得按鈴鐺 麥古電玩大本型需要有你的支持 RF天線就是我們平時看電視的天線 如果我們玩的時候就需要拔掉電視的天線 再插上紅白機的RF天線才可以玩到 不過有不少玩家都沒有這方面的印象 因為當年香港很多遊戲譜都已經預先把紅白機改了AV端子出售 用AV端子輸出影像最大的好處 就是除了不用教電視頻道可以一插即環之外 畫面亦都比較清晰,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干擾 而今時今日我們都有用手提電話 室內亦都有WiFi的無線網絡 充斥著這些訊號的干擾環境中 RF天線由於容易受到電波干擾 畫面的穩定性就肯定會大大受到影響 我自己買了一條聲稱質素不錯的電視天線 直接插電視 結果畫面簡直完全不能接受 雖然我們亦都可以買AV試樣的主機 這款機屬於紅白機的後期型號 能夠用專用線直接以AV端子輸出 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會比較陌生 但對於我們這些童年 都是紅白機陪著成長的人來說 當然就是想用舊款的機來玩 坊間其實都有把RF天線改為AV端子的服務 現時提供這種改機服務的不會太多 但不想生長睡院走過去幫襯的話 還有什麼辦法呢?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考慮選擇BNC接口的線來試一試 這條線我是在亞馬遜網購回來 如果你附近有雜貨店買這些線都是可以的 至於線材的用料會不會影響效果 例如防止信號干擾之類 出來的效果應該會有一點不同 據說這種BNC接口的線材 能夠有效做到防止電波干擾 亦都有傳送距離長和信號穩定的優點 不過BNC接口是插不到紅白機和一般電視 所以我們就需要買兩個BNC母頭 轉TV公頭的轉接器 其實BNC接口有一個奇特的設計 就是有一個扣橫 然後這個母頭轉TV公頭的轉接器 只要插入之後轉動一下就可以扣實 相當之方便 至於畫面的輸出效果 可以看到用BNC接口畫面干擾大幅降低了不少 玩紅白機除了天線問題外 還有遊戲顯示比例的問題 由於紅白機遊戲顯示比例是4比3畫面 不論你是天線信號或是AV輸出 在16比9電視都會出現畫面變形的問題 所以很多玩家都會在二手市場買一部CRT電視回來 但對於居住空間環境有限的人來說 這些可能只是一種幻想 可能因為這樣 雙人就看中了這個相機 推出了4比3的LCD屏幕 這款更加有BNC、AV和HDMI插口 但這種屏幕是沒有電視模擬信號的教台功能 就算被插上天線也不會有任何反應 在這個時候 我們便可以用這個模擬信號的轉換器 這個東西便不算貴 可以在TocallX網站買到 原理就是把紅白機的BNC轉線插入轉換盒 然後再用HDMI線輸出到屏幕 這個時候我們便轉到HDMI的頻道 利用這個東西來進行找台 找出紅白機的信號 另外找台之前要記得兩樣東西 首先就是在紅白機的機背位置 要設置到CH1 其次就是在TVGame也要設置 至於找台時 紅白機的信號會出現在甚麼位置呢 聽說每個人的情況都有些不同 我便在頻道一便找到 讓大家參考一下 最後要留意 紅白機是使用日本的電壓 玩家要留意所在的地區是否適用 否則便需要變壓器 最理想的方式便是用原廠的火牛 然後便用變壓器轉換 雖然市面上有不少聲稱能夠變壓的慢用牛 但質量其實沒有保證 我手上這款買回來後便沒有測試過 不過有不少人便用類似的慢用牛 玩了一段時間後 由於電壓過高導致紅白機的大板電容燒了 雖然這些變壓慢用牛很小很輕 用起來很方便 但始終電源問題是會影響電子產品的壽命 如果有辦法便盡量少用 每當我拿起這個紅白機的手掣 感覺就像時光倒流一樣 快樂的時光雖然短暫 甚至成為一種回憶 但起碼比我們更加學會珍惜眼前的事物 最後想向大家終告一句 收藏教遊戲是會上癮的 希望大家入限之前要做足心理準備 或者儘量買武盒的 起碼便會便宜很多 以上的紅白機畫面解決方案 希望大家喜歡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芯片系統 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